這個男人的晚上 以後希望我們更熟悉可以說很多話 我覺得今天選菜位置不應該坐不高 我以為懶得像台灣一樣 很累 很累 然後弄到大家 很老套 但是下次不會的 但是我們會希望有些誠意 我最初不敢說 因為凌晨做這個節目 大部分的人很幸福就已經睡覺了 但是你覺得多不少人這麼早睡覺 你覺得我做凌晨這個時間會不會是蠢呢 坦白說 我想你的目標是凌晨睡覺的人 多不多 多 多 只不過是聽不聽這個節目 那你幫我講 不是聽是看人 聽就會穿短褲 你今天沒有 我以為人都聽 很幸福 剛才聽著露出來 還有一個很愛的人 打電話給我問我 這個節目要不要幫你化妝 你有沒有化妝的那裏 化妝的那裏 化妝的那裏 為什麼是那裏 你有沒有化妝那裏 那裏有沒有化妝那裏 還有沒有化妝那裏 是有分別的 好 今天我們要問出一個 亦都將這個問題 交給我們家庭的觀眾 都可以的 我們每一次都有一個魔鬼問題 OK 大家都可以誠實了 不用擔心 就是說到底男人看女人的身材 是有多重要的呢 即男人看女人的身材 即女人的身材對你來說 是有多重要的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魔鬼問題 就是到底男人看女人身材有多重要的 交給你先 你這麼危險 一至十 都可以的 你這麼科學性 好 一至十 我想都是十的 我喜歡她 十級這麼重要 就是身材 身材 OK 等一下 還要這麼坦白 就是你注重身材 不管她下去 就是第一眼 如果她好 就是眼睛很漂亮 但是身材沒有 你已經放棄了 好 坦白 這個是可愛的誠實 OK 好 你又這麼密集給她 說這句說話 十級 大哥 她是導演 發達了你 好了 Angelo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很空泛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身材 譬如 我沒有理由找一個比我的女生高 我現在就 你的身材意思是 三圍尺碼的身材 是 是 重不重要 又是一至十 一至十 你覺得不用的 她喜歡一至十 想她說上來 我覺得 不是最重要 絕對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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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你最好最好的身材 為什麼我們的攝影師 你少了 就要最漂亮的身材 你可以維持到多久 那我不知道 你看過的有多久 你想想想 你去宜康看看 上當年的公子妹小姐 或者沙灘小姐 到你去宜康那個年紀 那你還想看什麼 我相信你去宜康 應該是很著重的 但是 但是你每一次接觸 OK 我明白你 這個就是一個很舒緩的 一個 這樣的說法 但是每一次 你去一些地方 裡面 如果當一個女生 穿短裙在低空的時候 的確那些人 全部 都是不會立宜康的 我明白 我明白 但是你說注重 是你注重 你是 會不會看啊 還是 你想不想你身邊 你自己那個 就是你的問題 我覺得要 要重新一下 是的 我們這樣回答 是不是會知道 哪一個人 哪一個人在聽 不關事 絕對 我絕對 沒有 沒有所謂 沒有那麼威風 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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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比較注重她的來嚇,談判也算了 而所謂的身材基本上不是特別大,不是特別小,都已經是OK的 但是你想想,你現在有沒有固定? 其實你看到你的出發是甚麼事? 是你的終身伴侶嗎? 因為那個範圍是由一夜情到一生一世 我沒有說那麼多,但男人在想那麼多,我只是想說 原來你一看到那個女人的身材,你要這樣想 原來男人是會想,這個是一夜情的身材一定要好,是嗎? 應該這麼說 也不是,最重要是有沒有 OK 那這樣就算是狀態了 是耳鴻 即是,有些第一晚看到是耳鴻 那也是不行的,是嗎? 我只是想說一件事,意思是說 即是,我們不是因為有節目裡面,當然會說 伴侶當然在身邊裡面有很多質素 有很多質素,不是我們說,身形最重要的 但是,而那樣去維持,或者是最初的時候 的確是很多人的target的位置 即是最初是target的位置,我不知道 因為為什麼我想聽Kevin說呢? 因為Kevin就說其實是五分的 那我只是想問,其實你現在有沒有一個固定的? 沒有的 那應該在你人生裡面,你一個人 我覺得是很可愛的 應該有很多人很好聊的 那到現在又沒有固定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 他太多女性朋友 很好聊跟你 但是 你又不喜歡有一個身材 即是,每個人都很突出身材 反而不在乎 不在乎 你彈點過來 你大把吧 沒有沒有,真的不敢 假象來的 假象來的 想當年是很多 沒有的,現在不敢說 即是現在不敢說 不是不是 也不是很多 不過我意思是說 我現在不覺得 那樣東西就是 為什麼我會提出來呢? 因為我覺得 很多時候我們 就好像他這樣說 到最後的時候 什麼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 即是說 如果我們不明白 最初這件事 是這麼有人 這麼讓你去投入 好像這個十級的 大哥 這個對他來說是相反 兩個極端 如果他這樣去的時候 就像這樣 因為男人 更新就是 你被吸引了之後 你是一個有負責人 起碼你對女人 經常都會承諾 男人不是說 身材 我不是一個承諾人 你不要這樣告訴他 我是一個很有承諾人 阿祖,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見這麼多人 有很多女人 你會發覺到 這個好得 但是你會覺得 這個只可以玩的 出來一起做朋友玩的 但是當你見到一個 你有感覺的 未必一定身材很好 但是你那種感覺 是你會有機會和他一生一世的 那是兩種不同的事情 我想應該這麼說 可能我用了一個角度去問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覺得 男人是很多幻想的 所以我經常覺得 為什麼我講身材呢 為什麼很多人 沒有機會 因為 當然不用移康 不需要 一定要 沒有理由去幻想移康 一定要身材 要幻想 我就是想這樣說 為什麼男人是經常都幻想 是 如果男人的幻想 都沒有身材 那些真是 那就是昨晚的節目 謝謝 但是我想說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 很多時候 你未有機會 接觸那個人 去understand他 或者跟你好不好聊天 了解 你是很幸運 因為很有機會 起碼多了一些女性朋友 可以跟你聊天 你就會喜歡一些人 因為他裡面有些quality 或者你看到他對人是這樣 但是 大部分的時候 你去一些場合裡面 是一眼而已 可能一段時間是 隔了很遠的時候 而那個很遠裡面 如果因為有呼應 那麼遠 哇 需要你拍一下他嗎 都差不多了 你四個人都應該是呼應外套的 哈哈哈哈 很霉 那就是因為那種的 那個幻想 或者是 就是因為那個身材令到你 嗯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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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繼續去 我聽他那個問題 那個身材是 給我 會覺得是高矮肥瘦的身材 不是說 三圍尺碼的身材 OK 三圍尺碼 那要不要緊 那不如這樣說 不要緊 你不要緊 你也不要緊 你是五分的 五分的 OK 他仍然是十分 OK 他一定要 那我絕對不是 一個比我更胖的 當然不行 他當然要三十六 二十四、三十六 就是你第一次 第一眼見到那個女生的時候 你不是說 會深入她的內心世界 你的內涵有多少 做得漂亮不漂亮 他的樣子是否吸引 那他就合理 你第一次 你怎麼知道 人家有沒有聊 其實你因為怎樣 就是你不理 所以我沒有女朋友 你喜歡跟別人聊 所以他很多女性朋友 嗯 但是你看到周圍的人 會不會看到一些人 你肯定有些朋友是好身材 是不是 都不會 全部都是 我大部份的朋友都認識 你可以問一下 都是有些好身材 那你會 都好過的 即是去了儀康 即是去了儀康 有些去了漫長 Fair 漫長是否較難入 我不知道 我未去到那個階段 我如果進去的話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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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 你一定會見到一些朋友 是 身邊 你和他的朋友 有很多人 你會不會提醒 那個人 即是你會不會替你那個朋友 那些人其實不是喜歡你 他們喜歡你的身材 你會不會見到這些朋友 會不會問一下你的朋友 嗯 我問問一些朋友 很老實地 我不覺得我身邊 有這麼膚淺的朋友 真的嗎 OK 因為 為什麼呢 如果那件事 我反而覺得 那個問題 反而是 你身邊可能會有朋友 你喜歡他 是不是騎正 喜歡他漂亮 即是我會用漂亮來 這樣就難定了 什麼是漂亮 我們講一下 最後這一部分 譬如說 什麼你覺得是漂亮 一個女人 鄧瑞文就漂亮 不看 是啊 是啊 立即不說 哈哈 大家要看 就在我們這個平台下面 可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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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續有的 就是這樣抱抱著你 OK 你覺得 那你覺得鄧瑞文呢 還是抗文呢 抗文什麼 抗文什麼 抗文信 抗文信 我喜歡這個樣子 為什麼呢 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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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喜歡的 是啊 那你也有一定的 taste 那怎樣 喜歡鄧瑞文的 taste很差 有 taste 有 taste 有 taste 這個東西 都是順處的 都好的 哈哈 哇 這個真的抗得漂亮 這個抗得漂亮 真的 兩個都很幸福 OK